萬萬沒有想到 2023年3月才剛開始 已經有6位名人演員離世 他們的離去令邪愛他們的人萬分不捨 最年輕的更是只有28歲 令人惋惜不已 1.賭王八姐 何婉紅 賭王何洪生去世快3年 他的八姐何婉紅也走了 何婉紅的人生比較坎坷 他小時候不被父母重視 甚至他父母都不想讓他上學 好在在五姐何婉章的說情下 父母才同意讓他讀書 何婉紅讀書非常認真 他成為了第一位拿到獎學金 並且全免學費進入香港大學的女學生 讀大學期間 何婉紅被一位名叫馮啟德的男子追求 原本他對她沒有感覺 但他母親覺得他錯過了馮啟德 就很難嫁出去 最終無法違抗母命的何婉紅 與馮啟德在1942年走進了婚姻的殿堂 婚後兩人育有一女 名為馮少蓮 荒誕的是 何婉紅生完孩子後 馮啟德母親不允許何婉紅和馮啟德同房 時間更是長達18個月 面對這種情況 馮啟德出軌了 他做一艘日本的船去約會 不經路途中被美軍炮彈擊中 自此他消失不見 馮啟德消失後 馮家走向沒落 為了補貼家用 何婉紅成了教書先生 還一度擔任了伯利基教育學院的院長 然而 命運對他的打擊並未就此結束 在他79歲的時候 他的女兒從紐約家中意外去世 好在何婉紅有一個好弟弟 何婉紅退休後 何婉燊安排他到奧瑜公司工作 還給他股份 讓他可以有優渥的生活 後來何婉紅還幫助何婉燊一起扶持四太梁安琪 讓梁安琪在與十姑娘何婉琪的爭鬥中取得了勝利 梁安琪也很感恩 在馮少年去世後 他就將何婉紅接到他家居住 和他們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2023年3月2日 澳門媒體報道稱 何婉紅已於2月28日在醫院去世 享年106歲 2.蔡天鳳 蔡天鳳是香港人 父母均在大陸經商 家境富裕 18歲時與前夫礦港之結婚 生下兩個女兒 之後婚姻破裂 但蔡天鳳仍負責了一家人的生活 她買下了加多立山的一套豪宅 供前夫一家人居住 前夫父親是掛名業主 她還聘用前夫31歲的包兄做私人司機 2016年12月9日 蔡天鳳與現任丈夫 壇仔米縣太子爺再婚 也生下兩個小孩 雖然再婚產子 但與現任丈夫並沒有註冊登記 她個人持有的資產約1億港元 一旦她身亡 她的財產將由子女繼承 也就是說 她與前夫的子女也是遺產繼承人 2023年2月 蔡天鳳被前夫一家謀害 結束了自己短暫的生命 蔡天鳳可能最後也沒有想到 自己一直善良對待的前夫一家 會這麼喪心病狂 希望可愛的女孩天堂不再忍受痛苦 也希望早日把罪犯生之一法 告慰蔡天鳳在天之靈 3.陳美雲 2023年3月5日 據台媒報導 老系古陳美雲在昨晚不幸去世 享年72歲 消息一出 網友們均為之晚期 紛紛流言悼念 陳美雲歌劇團在社交網上發文正式死訊 稱陳美雲是在四日晚上不慎十足跌倒 之後再也沒有醒過來了 她的離世大家都感到很不捨 並相信她會感恩入行唱戲以來 一路支持她的戲迷們 也相信她會告訴戲迷們 大家要繼續支持歌仔戲 1951年出生的陳美雲是知名歌仔戲大師 她很小就展現出出色的藝術天賦 6歲就會唱民謠故事 7歲開始系統學習歌仔戲 8歲就成為了劇團的小生 10歲時更在戲曲比賽中奪獎 長大後她對歌仔戲仍有著濃厚的興趣 憑藉著努力她在戲曲界逐漸闖出知名度 得到了戲迷們的喜歡 然而隨著年歲見長 她的身體大不如前 這幾年備受糖尿病 以及高血壓兩種疾病折磨 息腎長達10年 據陳美雲兒媳透露 婆婆本來就有病 這次會跌倒是因為腳部有傷口 導致行動不便 後來醫生發現她一隻腳趾壞死 想給她做手術 本來3月5日就要入院檢查 沒想到她等不及便去世了 兒媳猜測 唐美雲應該是起身時跌倒的 雖然看護很快發現 但她終究沒能醒過來 值得慶幸的是 她趨勢時面容慈祥 像在睡覺一樣 4.莊寶 2023年3月1日據港媒報導 一萬富豪莊寶突然傳出已經病逝的消息 其家人稍後發出報告 悲痛正式死訊 噩耗傳開後 記者第一時間聯繫了莊寶的小女兒莊思明 她語氣沉重地說道 現階段什麼都不回答 遲一點再公布 謝謝 到了晚上 莊家人正式發出報告 報告中寫道 先父莊寶於2023年2月28日在醫院病逝 享年83歲 遺體已移送到殯儀館 喪禮會定在3月9日在殯儀館設靈 4日出币 提起莊寶的名字可能很多網友不太熟悉 事實上她的妻子及三名女兒都是演員 莊寶在馬來西亞出生 名校建築系畢業後赴港發展 憑藉著聰明的頭腦以及努力拼搏精神 她白手起家成功創辦了一家大型企業 她的公司設計的範疇很廣 包括房地產 珠寶 職業等 經過多年的努力 公司業務蒸蒸日上 令她的身家水漲船高 晚年在馬來西亞生活的她 2023年初赴港與女兒們團聚 怎料到港沒幾天 她便因身體不適住進醫院 莊思敏三姐妹擔心不已 她們立馬停掉手上的工作 輪流到醫院陪伴父親 準女婿楊明也主動煲湯給莊寶 遺憾的是 莊寶終究不敵病魔去世 不管怎樣 希望她一路走好 親人們節哀順便吧 5.黃婉秋 黃婉秋是知名表演藝術家 她在電影《劉三姐》中飾演的劉三姐一角 堪稱經典 深受觀眾喜愛 13歲那年 黃婉秋被《貴劇團》 緬出文化課的要求 刻格錄取了 進入《貴劇團》的第二年 黃婉秋就登臺演出 在《斬三腰》《水煙金山》《西香記》《打金枝》《梨花斬子》 《雙拜月》等劇中皆有精彩的表現 進入演藝界的第三年 黃婉秋便冥滿天下 她被導演蘇黎看重 出演了中國第一部風光音樂故事篇《劉三姐》中 到全國 黃婉秋也一夜成名 這一年黃婉秋年僅18歲 隨後黃婉秋調入《貴賓市歌舞臺》 演藝事業迎來高峰 遺憾的是 因為特殊時代的到來 黃婉秋多年無戲可拍 直到1977年11月28日《劉三姐》重新上演 黃婉秋才繼續從事演藝事業 在這之後 她又相繼出演了《春藍秋菊》《長城大決戰》 《爸爸媽媽和孩子》等影視劇 又因為熱愛演藝事業70多歲時 黃婉秋依舊活躍在舞臺上 人生難料的是 一個巨大的意外將黃婉秋擊垮了 2022年 她的兒子不幸離世 白髮人送黑髮人實在太痛苦了 在喪子之痛之中無法走出來的黃婉秋 機遇沉疾 引發重病 不幸的是 黃婉秋還是沒能戰勝病魔 3月4日 黃婉秋在桂里醫院重症監護室 因搶救治療無效實施 享年80歲 6.劉鋒 劉鋒是一位新生代演員 1998年出生於河南安陽 因為喜愛表演 她在16歲時以優異的成績 考入了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 與關曉彤 周也 郭俊晨等人成為了同學 畢業後她出演了《老虎》《二世不惑2》《不留年》《酷心》等劇 還參演了《北京人藝的蓮花》《天下第一樓》《全家福》等話劇 對於演藝視野 劉鋒非常認真拼命 翻看她的社交帳號可知 因為忙工作 長期奔波 有一次她在36個小時的時間裡 睡眠時間不足5個小時 就在最近 她依舊高強度工作 連續工作時間長達20個小時 這使得她顯得很憔悴 但即使如此 她依舊非常敬業認真 也是從這些動態中我們可知 劉鋒長期熬夜工作 而這對身體傷害很大 讓人沒有想到的是 2023年3月3日晚 劉鋒的親友突然發布了劉鋒的報告 宣布了劉鋒於2月27日去世的消息 該消息一出 網友們震驚不已 畢竟25歲太年輕了 而且劉鋒經常健身 身體素質很好 又因為在報告中沒有告知大眾劉鋒去世的原因 意識之間劉鋒去世原因引發猜測 不過私人已是希望劉鋒一路走好 希望她的家人節哀順便 也希望看到此文的朋友們注意身體健康 珍惜眼前人 擁有順遂的人生